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妙心法师 大家好 那我们妙心法师呢 其实我们满地可如果是老的信徒 信众的话 可能会知道 妙心法师是跟我们满地可 有非常深的一个姻缘 那现在我们有请妙心法师 来给大家做开示 妙心法师 您可以给我们满地可的听众们 介绍一下您跟我们满地可的姻缘吗 这个姻缘很久了 大概是在多伦多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满红法师 她就是见现在的这个华元寺的法师 当时我们今天是帮忙她 处理到场一些事情 所以她来的时候 我就还是跑过来帮忙 但是要上班 所以星期五晚上 一下班就去搭佛车 来到刚好这边早上 星期天晚上才搭车回去 就刚好星期一的早上 就刚好从Yulian Station 跑去Queen's Park上班 OK 所以是蛮久 这边的老圣徒我都几乎认识了 是是是因为我也听到很多些信徒在说 哦 妙心法师回来了 大家就是很熟悉那样子 最好这一家人 当时我还没出家 对 所以他们都说 你都认识每个人 我说都是朋友 是 您的佛缘应该是蛮深的 特别是跟我满地可 是是 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奇 当时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哦 在多伦多的政府上班 完了呢 你到周末的时间 全部贡献给佛堂 况且还是从多伦多要 贡献给满地可华盐寺 这个真的是蛮有毅力的 一来是自己人感觉 能做多少 选多少 因为很难这个机会 是见识的机会 对 这边人手啊 当时的人力物力 是比多人都差 所以我觉得 我很容易出分力的话 我都期望 能追我最大可能 那时候还是比较年轻了 可以先走来走去 现在可能就跑不动了 就是20多年前 20多年前 好怪啊 哇哇 我是蛮迟的 还接触 应该说不到10年 接触 黄元寺 所以说是 在这里呢 我也代表我们新的一辈的信徒 向师傅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感恩 其实我觉得 很感谢以前老一辈的信徒 他们以前都越南华球过了 有去过救佛堂的 都知道它是一个小小的房子 但是这一帮人就很业心了 想将佛法带到来加拿大 门地克 是 所以他们就把道场送给福光山 我们先后都有不同的法师来 这边主持过 但后来门红法师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地方真的 人越来越多了 是 所以才不停不停地去找 我记得他跟华兴师姐 是 华兴师姐 他就四处去 找了好多 一年多都很难找到好的地方 终于找到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都好高兴 OK 那我就想 这一天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希望了解 您跟博学结缘的因缘在哪里呢 其实我是香港人 你们听我的国语就是妈妈的 不是太好了 听得明白 听得明白 在香港的话 香港人都会知道 香港的最初的时候 都是英国统治的 所以哪边不是顺天主教 就是基督教 学校来说 八分九十九 都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比如说我学校练书 是天主教跟基督教 可以讲福教 在香港是不受重视 是没人喜欢的一个地方 我小时候有跟妈妈去过 也是所谓廖堂 黑黑的好可怕 所以其实对佛教的印象很不好 只是在我移门来加拿大 我看是1991年的时候 师父向人信任代师 他过来讲演 但是其实我不信佛教 但是是好奇 但是我看大家都记得 许家屯这个人 许家屯 他就跑来一幅观山 就幸运代师 就收留他 我就觉得好好奇 认为是香港人 是 所以我就想 我去看看这个合像 是什么合像 我说是我也不是真的去 听佛学讲座 我这时候就 人就是好奇 那时候师父就在一个 学校那边讲演 我的习惯是 我去个地方 我都会找到 我记得我到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布置 大家找到半小时 我就坐在后面的一个椅子上面 就比想眼睛 想休息一下 但是那时候 还有奇怪的感觉 他们放一些福教音乐 我就好像以前的事情 很平静 慢慢的在 一默一默 在面前就演线出来 但是我心里很平静 真的很平静 高兴的不高兴的 他都在面前 一点点的都出来 后来到师父讲演的时候 师父的讲演当时是讲 八经道 因为我就觉得 解释道理我好像没有听过 就觉得福教的道理 其实很不错 师父有讲了 哭婆婆跟笑婆婆的故事 我觉得 全国观念去做一件事情 真的是不同的 所以我是蛮喜欢 整个下来 我听下来是 真的很发起充满 所以我听完之后 就跟其他人一样 我就出门了 我走了 当时有一个师姐 就来拍我一下 你又皈依吗 我就说 什么叫皈依 我听都没听过 他说你要祝福教徒 想学佛 你就要皈依 我说是这个样子 他说是啊 我说怎么皈依 他说你跟我进来就好了 我就进去 他们就有个皈依典里 就是当场在讲演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你知道我一向在香港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都是受西方教育的 所以对拜拜真的不懂 但是觉得皈依就是 要叫我站起来 要跪下去 要站起来 跪下去 我不知什么事情之后 他就说我皈依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就出来 我就问他们说 我可以学到佛法的东西 我要知道我刚才 皈依的是什么意思 不是有啊 到场有腐学班 你可以去想腐学班 所以我就去报名腐学班 腐学班当时是一红无法师教 我越听就越好高兴 七月八月的时候 听佛师讲座 到十二月的时候 我就已经去西来寺受五戒 回来的时候 我就叫他们学佛 但是慢慢就觉得 很想学多一点 真的很想学多一点 后来听他们说 可以到台湾福光山 去读穷人学院 所以我就辞了 我当时的金服的职务 金服的职务当然是不错的 哇 要勇气哦 我的职位也是蛮高的 我就想 人的要求 每一个阶段是不同的 假如你看的话 初时我们就会因为吃的 我们要求 后来我们可能睡一个房子 我们要求 慢慢的可能就是 我事业上要要求 我感情上要求 那就是层次过了 你就会觉得 我心灵上的要求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我想放弃一切 我去福光山念书 但是我妈妈当时是反对 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去念书可以 你不能去讲 所以我跟她有个交易 就是我去念书 我不能去讲 我念了两年 我还答应她 我回来 我没有去讲 但是我一来的心态 就有点觉得不同 就是很怀念三圣的日子 所以我讲过了两年之后 我后来看到她写 2000年有五八楼汉结会 我就想 我真的很想出家 但是也很难跟妈妈讲 所以我哥哥帮忙 我说哥哥 你就帮我照顾妈妈 我就想去出家了 家人也蛮支持 然后妈妈都OK了 所以我去了出家 对妈妈也是很舍 一个大舍 把心爱的女儿舍出去 她是很不错 她虽然心不舍 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帮她收拾她的房间 她平时知道我去家 但是她没有跟我说什么 有没有说反对赞成 她就好像平常 这样的生物 当时只要我跟我妈妈住 我帮她收拾房间 打开她的枕头 哎呀都是卫生纸 可能晚上在哭吧 我看了也是不忍生 但是我就把她放下枕头 我就出来 但是后来我妈妈看我去家 很高兴 她也很赞成我去家 我哥哥 姐姐 妈妈都是 后来是受了五戒根菩萨 也在多伦多道场发心 是理事 也是读道会长 是 这次 其实去年对我来说是蛮难过的 因为四月的时候 我记得我妈妈 她肝癌最后一期 OK 很多人都以为 你去家了 家是可以不管 其实后来我就想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跟强柱讲 我说我妈妈生病 我要回去照顾我妈妈 所以强柱是准的 是 我很高兴我出家 不然的话 看我哥哥姐姐 他们因为生活 他们没法是不相伴 所以反而从四月开始 我记得半周 妈妈旁边没离开过 直到她最后一口气 我还是在她旁边 能照顾妈妈是很高兴 人家常住也很慈悲 也怕我们生活的问题 后来我一通妈妈的名义 就捐给温哥华 因为她要见识 是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讲 不要想 去家了就是 家都不要管 父母都是私主 你不用关心 不是这样的 人间福教是要大家 爱自己的家庭 顺自己子女的份杂业 我常常都想 假如我不是去家 我真的不可能 只能四五个月 一起照顾我妈妈 是 直到她真的 最后一口气 所以我觉得 假如问我 一生人最难的 最想 最高兴的是什么 真的 我很高兴 我能够出家 是 是无怨无愧的 是是 真的是觉得很感慨 师父这样的 学佛姻缘 也非常难得 在那么凡事中间 您可以很清醒地 跟着佛走 况且下那么大的心 包括妈妈 也是下那么大的心 去舍 你舍掉你的 非常高位置的 政府的工作 非常稳定的收入 然后呢 妈妈呢 就舍掉 自己心爱的女儿 让她去为众生服务 这是很难得 我是很感谢我妈妈 是 不过妈妈也得到了 妈妈至少得到了 最后的时间 我相信 也在她最后时间 感受到佛法的力量 同时您也陪伴了她 好几个月 其实在我们 正常的生活中间 这么去陪伴 也许真还是 很难得 有这样的机会 她走的时候 还笑得 笑妹妹 是 我相信一定 佛法有给她 奇妙的一种经历 一种感受 好的 那我们上半段时间 就到这儿 那我们大家来 欣赏一段 人家姻缘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是我们的道士 您是我们的光明 我归于你 我信仰你 我尊敬你 那么佛陀耶 我归于你 我信仰你 我尊敬你 那么大么也 那么佛陀耶 我归于你 我信仰你 我尊敬你 那么佛陀耶 我归于你 我信仰你 我尊敬你 那么大么也 那么佛陀耶 好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 人间好心情的下半段 那我们呢 仍然请我们的妙心法师 给我们继续开示 那我们有的听众呢 他就会很好奇 出家人的生活会跟我们平常生活有什么不同 高兴法师您从政府的高位上 毅然的出家的那么一个代表的话 那您能给我们听众的好奇 给一个回复吗 其实我觉得出家很自在 嗯 自在 以前在家的时候 散伴还要想穿什么衣服 做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就只有一件 上一一波 只有一件衣服 你不用想了 打开柜子就是那一件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就不用烦 只是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又不用跟桥楼 我又不用看现在楼衡什么啊 我要住什么 我觉得都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样子我比较喜欢 剃了头发很舒服的 不用发型要怎么样子 以前他们都像我头发好像钢尸一样 剃了头发他们说 好庄严 是 是 确实是很庄严 生活上来说 其实我在家的时候 也是蛮老实人的 没有喜欢怎样去 哪样去 所以出家对我来说 卷编不大 OK 唯一就是心态上有不同 很多人都说 被责 袈裟 严多死 很多人说 没有劝袈裟 就嫌事情多啊 所以就 我要出门了 就离开戏族去出家了 其实告诉你 就要留袈裟 试更多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以前我们只是 烦一家人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 我出家了 每个人都是我的家人 我们在佛堂 我们要照顾所有的信徒 他们的脊弱 哀乐 我们都要知道 他们的法圣卫命 就是我们的法圣卫命 我们的责任是蛮大的 你可能是觉得 福光山的法师才怎么忙吧 你们人家佛教 但是我们就是要走进去 因为你们能学佛 也是我们的使命 法师 法师 是以法为师 我们不能将佛法弘扬出去 我们不能轻为法师 所以对我们来说 是有个很大的使命感 是 怎么去走搜寻这个路 并不是说 我坐在那边打坐 就跟个石头 跟个木头 有什么分别 不是说 我不停地练佛 练佛 练佛 合作为人 所以我觉得 福教其实就把生活 佛法带着生活向就好 平常生气大 但是 觉佛前跟没有学佛之前的分别在哪里 就是对每件事情我会清清楚楚 我吃饭的时候 我知道我吃饭 我注视的时候 我真有注视 我对人的时候 我知道我精心地去对这个 我不用戴上那个假的面具 我就是怎么真诚 我就是怎么戳心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这个精心吧 所以修行其实就是收尽你的行为 我做错的事情 我慢慢改好 人成就佛成 那不是成佛之后有什么神通 成佛其实就是觉悟 我知道我做错的事情 我知道真理是什么 所以我追求怎样 去完成我的人格 所以不要觉得学佛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有点要躲起来 有点什么 不是这样的 在人当中 种种的一个去成佛是最好的 是 其实以前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老话 叫做大隐隐于世 小隐隐于山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呢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意境方面就是 我们也不是人 我们就险在这份眼里看 对 只是我就是 差不多就是将我们 跟大家融在一个海里面 大家就在那边融会在一起 我们的杂愿就是让大家知道 什么是佛法 怎么样大家可以举头 可以开心 不是将来 现在 现在就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是 其实通过您这么一说 我突然一下感悟到的话 其实我们人间佛教 比普通的那种 所谓自己修行的那种佛教 其实更需要有牺牲精神 更有挑战性 因为我们去关心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慧命 是关心的所有人的慧命 所有灵营众生的慧命 所以牵挂的是更多更多的东西 真的牵挂的比较多 真的好像有些训徒 他家有事 我们就是为尽量去发解他 让他知道很多事情怎么去解决 人生本来就是被分离合的 但是每个人面对解释的时候 他怎么去面对 佛教的看法是怎么 都是一个因缘法 是 原来原去 是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所以你看每个事情都是解决的 都是无常的 很多事情我们人就不执着 是 我们执着放不下 就是最大的痛苦的来源 就是每一天打开柜子 我有三百双鞋子 但是我就缺那一双 我今天要穿的 就是口不得福 都没缘求了 所以自己没法吃药的东西 所以就苦恼了 但是我们出家人的话 我打开柜子 就是一双挪汉鞋 我没有选择 我也很快乐地穿上了 没苦恼 是啊 假如在山上的话 我们 其实我已经二十多年 没有戴手标了 因为我们都会听中版 打版我们吃饭 打版我们想的 你不用 你必须要担心这个时间是怎么样 这是很自然的过你一切 人家很亏力地过来 无牵无挂 无牵无挂 人家在福教来说 戒律是很重要的 以戒为事 所以我们只有很安心地去守着 我们的戒律 我觉得人其实是最自在的 因为我没有得罪 我没有犯过事情 我信心就本来是自在的 所以不用担心什么 也不用过爱什么 出家是很快乐的意思 OK 太宝贵了 廖心法师 您给我描绘这么美妙的出家的日子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我们蒙蒂克 今年有两个小青年出家 是这个资圣法师跟资冠法师 出家 以前也有妙达法师 他现在是法国法华士的监院 OK 所以其实蒙蒂克很了不起 出家人很多 没有看到小小一个道场 真的到了不少人 对 蒙蒂克其实在这一方面 应该说是得益于法医 他的社会风景还是蛮自然自在的 压力不大 我的感受是蒙蒂克玩意识的人 他是很单纯的 真的一丝一道 我二十年来看的人 他二十年后我又是看到这般人 其实不容易 他真的是一丝一道 我看着很多都老了 有些进风了 他还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走来做义工 我是看着蛮感动的 是 我觉得妙心法师 您对满蒂克是充满感情也非常熟悉 那您这一次来到我们满蒂克 对我们的道场啊 对我们这些 当然还有一部分新人 这个新人包括我 那您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开示 和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我觉得满蒂克是个福地 我们都很有福报才来到这个地方 是 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地 让大家分享是很重要 我们从小小一个道场到现在 不说是很大 但也是蛮有规模的一个道场 对 蛮专严 你知道很多人认为解缘来学佛 我们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未来的青年怎么样 现在社会越来越论 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个尽知尽解 让他们懂得福法 我在多伦的时候有带个福清班 我都跟福清讲 我不定要你去加个人 我不定要你成为福教徒 但是我唯一希望就是 你了解佛法讲什么 他将来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永古法师 把教育带出去 他把很多的信息 要带到更远的人 我觉得很愿意的 我来到这边觉得人多了 整个的一个窃币 跟福法上的课本 书籍 教课的课程 完全都有提醒 这是很难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真是当下几个音乐 好好学佛 尤其是把福法带到 下一代 就是你给他们最好的财产 确实是 那我们满地壳的信众们 听众朋友们 我们真的要非常珍惜 我们现在的环境 其实特别是从去年 我们有三位法师了 所以说社交工作 还有法务工作 都做得比以前是好很多 我觉得是一个时代 一个历程吧 好像满红法师是忙着开山 满约法师是忙着建切 但很多的道场就发一幕了 这样子他弄了不小的心血 现在红法时期 我们来了三个心理官 尤其是永古法师 曾经是学院的院长 他的福学是挺呱呱的 所以人跟着他学佛是一个福气 我们作为法师的 我们不留人 但是每一个阶段 我们追我们追 当时的分析 这就是缘分到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个情的改变 是进步的 是和气 所以相信说我们Motro的 大的那个进展 应该还会在明年后年这样子的 其实每一年我们都能看到进步 我今年看了 玉福法会就兴放空前 对 我在皈依之前 我一直都跟着佛光山 也是很奇妙的一个缘分 跟着佛光山 一年一年看着 玉福法会的游园会 一年一年比一年好 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也跟着很欢喜 就是说那种 说不上 反正觉得说 都跟我没关 但是都跟我有关系的那种感觉 到现在都是这样 外面的这事情跟我们也没关系 但是呢 所有的东西 我都是中间的一分子 葡萄说的 我们都是重重的一个 不要把种族性别分开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起的 OK 是 今天真是跟妙心法师谈 真的觉得说好像很不一样的一种经历 我是随便谈谈 你们昨天才告诉我要录音 所以妙心法师 您真是很奇妙的一个人间佛教的一个代表 实际上我相信说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 会很宝贝您今天的这么一番开示 因为就是说很接近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的那种启示 应该说是也是很实用的 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简单一些 不要每天就苦老于 我今天穿什么鞋子 今天穿什么衣服 甚至乎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也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挺好的了 但是我就是还想更好一点 为此他就会 哎呀苦老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已经很好了 但是他又执着要更好的 所以一直都苦老 我相信他听完这一集的节目以后 他会放弃 我已经很好了 我就放弃 也许放弃就会有更美好 更有内涵的生活在等待我们 要写才要得 对 所以我觉得学佛最可爱的东西就是 在西方来说就fing out boxes 我们的福教的教理 不是一般的给你说对与错 真与假 我们其实都没有说对跟错 没有真跟假 当时的姻缘就是当时的姻缘 我们其实把当下珍视着好 我自己来说就是很多事情 同一个方向 你问我说 这个镜房在哪里 我站在这边 我说在你左边 但是对面的人在跟你说 站在我右边 谁错吗 都不错 只是观点与格斗的不同 大家包容 共有着好 OK 非常非常感谢 妙星法师今天抽出宝贵时间 给我们满地壳的听众们拍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妙星法师 各位听众朋友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儿为一段落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5147212882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